拿出文宣又是花博又是动物之家 每一项都在系数市府政机 而关键就在右下角庶名 洪慈英后礼后援会 这看在对手杨琼英眼里实在不是滋味 他说不少地方里长向他反应 为了这张文宣竟然还要求大伙签名画牙 明天一大早上班到各礼里长 拿里长的签名 区斩有告知里长 出示对话记录上头写着 请同仁帮忙索取里长签名 以白纸横书方式书写 这到底是要签还是不签 签了担心等同助选 不签又怕选后算账 立委候选人杨琼英 痛批这根本是行政不中立 如果说一个后援会 要动用到所有的行政人员 去威胁里长来签名 来谢谢市长 这样子的行政不中立 害我们所有的基层人员不知所措 对此洪慈庸澄清完全没有看过这张文宣 可能是后援会支持者的自发性举动 与竞选团队无关 那这个部分是由后援会他去请里长来支持 所以并没有所谓杨委员他们说的那些问题 所以这一番文宣也不是使用的总部所罢出 选举越到紧要关头 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也看出选情有多激烈 记者程师员SW小组台中报导 谢谢大家